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據Yahoo!日本的報導 盧卡摩迪 渴望在不久的將來前去日積踢球 一些知情人士就透露了 摩迪已經通過自己的經理人 和幾家日積聯的球會取得聯繫 他早早可能會在明年的夏天出現在日積聯的賽場上 摩迪和黃馬的合同將會在明年6月底到期 因此賽季結束之後他可以離開 日積聯成為了他可能的去處 有關人士透露 如果日積聯想得到摩迪 必須開出打動他的條件 比如高額的連身 因此潛在的夏加 可能會已經縮小了範圍 比如神戶勝利船和FC東京 他們有能力開出這樣的條件 有關人士說 摩迪的家庭喜歡日本 希望將來可以到日本或者美國踢球 好幫不等人 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收睇精彩足球籃球賽事 教育劍 中文字幕 李宗盛